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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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ABC課程 和普通傳統課程最特別的就是被動和主動性 這個課程是主動性極高的 是可以讓你自己去創作 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主見 自己的創作能力去做 但是傳統課程 就沒有這些元素 就是老師說什麼 我們聽什麼做什麼 其實有同學都問過 其實你很少喜歡什麼 我就回答他 其實我喜歡他的模式 就是平時我們想學 都是功課功課又功課 我們不聽老師說書 但是我們的功課程是很不同的 我們是做項目 而且我們可以隨時發文的 我會用藍瓦這個字 來形容快樂樂活動 因為真的經過了很多活動 為什麼我這麼藍瓦呢 因為真的就是在學校的課程中 發現了可以有很多元素 一方面可以訪問中文的知識 又可以接受到市藝和時裝的功能 就是一舉兩得 JCBC裡面的課堂 就學到很多的人物描寫 例如有一些 怎樣透過一些人物的特點 或者一些表情 就可以描寫到人物的 你可能會說 平日中文課也可以學到 但是中文課呢 其實課程是有限制的 不能太深入的 我們都會在JCBC裡面 學會如何去詮釋 和表達感受 這個活動 令我學到多些留意 身邊不同的事物 上完這個活動之後 我逛街的時候都會多些留意 身邊不同的形狀 線條、顏色等 我們其實 有時可能都會有些位置做得不好 那我們就可能可以在睡覺之前想一想 自己今天 上學 或者在家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位置做得不好 可以在之後再進步一下 幫自己定立一個目標 聆聽其實都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可以聽一聽別人的心聲 聽一聽別人的選歌 做一個好的聆聽者 這樣對自己都會有幫助 可以在別人的經驗裡面 再討論在自己那裡 再反思一下 如果你要我用一個詞語 來形容 CLC Club的旅程 我會用 黑服來形容 因為當我小時候 我不懂得回答這條問題 我一向都會向父母 老師和同學去尋求答案 現在我不同了 因為上了CLC Club這個班 老師通常都會叫我們自己 尋求答案解決答案 我在JCABC裡面 學會了創意車下班的車大元素 平日我在日常生活裡面 都不會留意別人的表情 動作等等 但當我上了這一堂之後 我明白了創意車下班的其中一點 就是觀察 現在我學會了觀察別人的 神態、動作、表情等等 這一年我們經歷了停課 我們在停課期間 都是用網課上課的 我們在做網課做功課的時候 都可以留守一些場地 或者物料上的限制 但最後我都覺得 我可以跨過所有的難關 請幾 lounge 都會拍攝 只要你們很多 ł�龍 拿下來 最後你會拍攝 還是好 真正 работ 也會拍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